那么各位老师各位全友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2022年的9月1号 那么我是来雾园度假 那么就是说马上要回去 9月4号我回上海 那么今天正好是汪老师和他几位同学一起来看 我想借此机会我们解析几个问题和大家一起分享 好不好王老师 谢谢老师 我讲一下 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老师讲的太极十三世行功拼结 其中里面有好多内容 我就想具体的问一下 太极权在我们行权和我们推手当中 怎么做到用意不用力 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 力由即发 力由即发 这两个问题 欣吴老师给我们直接讲解一下 好的这个方便 就是说你问的这个两个问题 其实也是太极权的核心的内容 我们平时说太极权用意不用力 借力打人 那么太极权衡量太极权水平高低呢 我们常常说呢 就叫沾粘连水不丢顶 也就是说我们往往是通过四进推手来解析 体正这个太极权认的 太极权认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从推手的角度 等会我跟你一起试镜 那你就会有一个身体的感悟 为什么呢 衡量太极权水平高和低 就是以沾粘连水不丢顶 那么也就说什么呢 我们追求的是沾粘连水 那么我们要避免的就是顶丢断 那么他这个怎么样子去做到的呢 这个也是我的老师告诉我 他说我们太极权不顶不丢不断 但是要产生这个威力 他的威力哪里来的呢 重力 然后呢 重力向地心引力方向去了以后呢 好像有个水 佛力 它在沉佛之间 你要下去产生的能量呢 是重力 然后往上走的时候呢 是佛力 沉佛之间的交换 它是无穷无尽的 可以在沉佛的前提下 偏向前 偏向后 偏向右 偏向左 都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来试一下 比方说我推 那个汪老师的时候 我用力推 一用力推呢 这个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那么如果我是用重力呢 我是怎么推呢 膝盖跪下来 划直接掉下去 送出去 就能够打它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用的是重力 那么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就是说 我要上来打它呢 你看 我沉一沉 佛一佛 你看 就打它了 为什么呢 这个我用的是佛力 也就是说 我们两个人之间 在沉佛之间运用的 你比方说 你看我在这里 我就是一沉 一佛打你了 打你了 你看 一沉 一佛打你了 任何一个地方 我拍了你这里 我这样自然重力下去 佛力上来 打你了 自然的 然后你看 一沉 一佛打你了 为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重力的关系 重力自然落下 而且是圆弧的落下去 然后呢 能量呢 圆圈的反上来 所以 我 我碰在你 任何一个地方打你 你推我 比方你推我 我就是重力 重力 然后你看 我这里一佛力 就打你了 一沉 一佛 就打你了 那么 我们两个人之间呢 是什么呢 是一个能量 能量 也就是说 以心形气 以气 运生 我不管 直接打你的 我只管 重力下去 产生能量 才 让你 流动 波浪的 用你的 是这样的 你来推我 你看 我留下去 浪的 浪了打你的 所以呢 是很轻的 很轻的 都是用这个能量打的 所以呢 它这个叫 以心形气 以气运生 打人的 你再打我 你打我 你看 你打我 我放松 你看 我也打你 是不是 你很难抓到我的 为什么很难抓到 因为我这个都是 不用力的 你再推 你看 你看 我都是在气氛里面 自然用的 这个就是叫 用意不用力 借力打的 那么 它在闪手里面 是什么呢 你过来的时候 你看 我哗去哗去 就是在这个气氛里面 气氛里面走的 两个人啊 是气氛的转换 也就是我通过你的眼神 就知道你的意念 然后在这个气里面 就哗去 就进去了 所以呢 它这个用的是 就是说什么呢 不直接打人的 是通过一声 然后呢 就是说放在气上 放在境界上 也就是说我有一个景象 有一个境界 像浪 像台风 像龙卷风 好像威力大的 威力大的 那么这种呢 就是说 是一个 是一个能量体 我这个身体呢 只是重力放上去 只是重力放上去 是这样的 那么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你说的 这个叫什么呢 就是说力有即发 力有即发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一个比喻 为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是脊柱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中心 这个中心呢 是自然的 地心引力的一个漩涡 一个漩涡 是这个是空的 是空中心 那么我们 如果我站在这里呢 是从百会到维吕 可是我这么一来呢 是在我们这个 一个圆圈的中心 这个 所以你推我的时候 我就说 力有即发 你看 是从这里冒上来 打你的 你再来 就是这个范围 打你的 所以呢 我是很轻的 力有即发 力是在这里的 那么所以 在那个权论里面呢 就是说 叫力有即发 但是呢 吴泉又跟杨露禅学习太极拳的时候 两个人分开 分手的那个 也就最后一次的时候 又全问杨露禅学习 老师 你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教我 他说 站着中定 往开 这句话的秘密 就是 力有即发 这个就是从这个中心来 你要打我 我这么生出来 就是放在地心引力 地球反弹能量 打你了 你再来 我就是在这里 打你的 所以都是从这个中心出来的 打你的 你推我能 我也是呢 你推 中心打你的 任何一个 你推好了 没关系的 你看 我只是守着这个中心 中心打你的 往前 往前打你 往右打你 往左打你 都是打你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重力到地心引力 然后地心引力反弹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漩涡的中心 我们平时说的这个 龙卷风 台风的那个中心 所以呢 如果我要打 你看 他这个 你在呢 你看 这个威力 威力很大的 为什么大呢 它是旋的 你看 下去 对 然后你看 再下去 你看 这个头呢 下去 它也是呢 就是这个像车水马 什么一样的 往这个下去 往这个地心引力 方向去的 所以 这是很厉害 你看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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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你问的这个问题 非常好 非常感谢你 就是说 他的用意 不用力 借你打人呢 是 是 沾年连水的 沾年连水呢 你推我 你看 他都是沾年连水的 跟你是相连的 你看 他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你用的镜 我和你的镜 频率相等 频率相等 你的镜就没用 是这样的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化开 化开了以后 往下走 是这样的 摸不到东西 摸不到东西 就是我的频率 跟你的力 就频率相等 那么所以你的力 就没用 在权论里面 它叫沾年连水 你过一点 过一点 你要走一点 我跟你去一点 他就沾年连 我就顶 他没有这种 两个人 顶着那个人 没有了 太极权 不主张顶力 不主张顶力 也不主张 就是说 有一个欲望 好像一定要 把对方打败一样的 没有这个想法的 只有通过 你用镜 用你的镜 你推我 用力呢 用用你的力 你推啊 用你的力 它是借力的 你看 用意不用力 借力打了力 是吧 然后呢 放到哪里呢 就放到地心引力 这个漩涡的中心点去 以前有个老师 他说 就是把对方的力量 当着垃圾 往这个河里面扔 你要推我 把你的力量 往河里面扔 再几件 你说简单 我认为是很简单 谢谢老师 我们要好好学习 谢谢老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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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